总统任内最后一次主持将官晋升典礼 共有26名将官晋升 恭贺之余 也不忘回顾自己的国防 陈继丹 国际国造的永英号 新式高交机也已经交机22家 另外包括红雀二型无人机 云豹装甲轮车等 都在各项演训任务中实际验证效能 从海昆靠到红雀无人机 总统一一罗列 而下任主持典礼的新统帅又是谁 候选人之一的侯友宜 抛正剑 龙军星 针对战斗单位的志愿意 最高加薪一万元 也就是说最低阶的二兵 目前本薪不含加几35320元 有可能直接来到45320元 上校级91150元 逼近10万元 但是否全体适用 哪些人可加满一万块 侯振银说目前先跑大方向 之后再演议 依照行政中立的原则 我们对于所有候选人的政见 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评论 算一算蔡政府八年来 整队军工造已调薪两次 分别是2018年的3% 2022年的4% 明年起将再调升4% 另外战斗部队的勤务加击 国防部说也有条 让战斗加击区分成两类 那么一类的部分 它的加击是5000元 二类的部分是3000元 那这两类的加击 从104年订定了以后 陆续经过了几次的调整 或许三军同帅 现在还是蔡总统 国军态度很明确 TVBS新闻 刘婷婷柔高本力 SNG小组 太高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